澳门特区继续初蝉联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后 最近在泰国曼谷举行的TDGTRAVEL-LX班帐礼上 再获得最佳会议商务城市殊榮 澳门会展业在一个月内连续获得两个奖项 彰显澳门与国际接轨及不断提升的会展业硬设施 以及办展能力持续获得国际认可 第一是好估舞 首先起码是会展业身份的认同 因为这两个奖项都是国际奖项 这些国际奖项是奠定在澳门 在国际城市会展业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我们用短展两年时间来说 基本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我们估计今年2024年 我们能够追到2019年的1536项 甚至今年可能会突破到1600项 未来5年到10年 是会展商贸民旅 特别是加入了现在的展演方面的奖页 会展方面的发展空间可以去回一回 其实去到2028年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其实应该是一年大概2,500个 从业人员方面来说 我们估计在未来5到10年 我们可能要增加到差不多接近3000人 才能支撑到我们跟其他城市方面的竞争 香港、深圳、东莞、广州 这是会展的东线黄金走廊 其实现在的西线黄金走廊 就是广州、中山、珠海、华琴、澳门 现在其实已经是搭建在这里 当我们可能是三年之后 已经将会展的经济圈联动了之后 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会展经济圈 它里面的产出基本上是过万亿元的 这方面我们一定是在顶层里面最思考的 林忠賢指出 UFI已正式将澳门定定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会展培训中心 将澳门打造成为湾区人才资料库 甚至是培训基地 他相信橫琴在人力资源以及场地方面 都可以为澳门会展业提供助力 未来可以考虑将行业人才资料库及场地 设置在橫琴、仓储、物流等方面 都可以支持澳门会展业的竞争力 而且外来旅客透过澳门进入环琴都提供免签 将来可以提供更多助力 而为了培育更多会展业人才 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照想投资促进局 在会展镜头支援工作组的机制下 持续举办多样化的会展专题培训科程 今年1月至今 超商国已协调举办超过10项培训科程 约460人次参与 这些课程涵盖多个专业领域 包括4项国际专业认证科程 志在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 Makao's got some great opportunities 澳门目前有非常多的发展机会 它是有几千万人口的大湾区的其中一员 大湾区同时也是一个庞大 而且多月的经济体 可以把握这个优势去吸引国际的会展活动 在澳门也举行 将澳门发展成为大湾区的会展中心 随着今年我们的会展活动 其实也都在澳门是很显著的增加 比如说在2024年上半年 我们在澳门举办的一个会展活动 已经是达到了702项 跟上一年同期去对比 其实我们已经增加了差不多209项 这个增幅已经达到了差不多42% 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推动我们的会展 我们会化的一个优势 同时继续去用好我们的软硬件设施 这个也包括了我们一个专业的活动策划团队 和我们多功能的会议场地 我们都希望可以继续去引入更加多世界级的 一些比较出名的盛事 和一些大型的会议和会展活动 今年第四季度 超商局将推出职安建广座 会展培训工作坊 以及针对会展经求的线上培训等科程 同时超商投资促进局 邀请会展顾问及行业专家担任培训导师 增强专业知识与科技应用 提升竞争力 推动专业化发展 超商投资促进局也鼓励业界 推广澳门作为会展与展览的理想目的地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在全球会展市场的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